度假谁说一定要出国 位在台湾东部风景优美的花莲市 在市区内就有一处地中海风格民宿 这是一间由年轻的夫妻俩营造出来的气氛 这里没有专业施工的空间 这里不会看到降气的装潢或是千变一律的摆饰 整个从里到外都是由民宿主人两夫妻 同心协力一手打造出来的空间 这就是希腊风情独树一格的特色 您好 请教我们在这里有什么 这一家民宿的成年要在哪里 民宿大概是三年吧 两三年 那我们的一个地方 风格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是比较地中海的风格 但是后来改建 改建之后你们像建筑那间 其实后来就没有比较走什么风格的话 但是我们主要针对两个人的住房 主要就是情侣啦 那我们一般比较不走家庭类 家庭或是群体的 那就是尽量客人简单为主 这样子 基本上我们不会特别建议客人啦 因为我们是 住宿 就是纯座住宿 比较不去包任何的套装 那也不会去跟客人去做太多的 不会说客人进来 然后我们也要带他去哪里 或是推进哪里 要去哪里 除非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再来给一些建议 那通常客人都会自己安排 不管是吃货 因为其实现在花莲开放那么多年观光 大家都对花莲都还算了解了 所以他们其实大概都会自己安排 那我们基本上比较提供就是住宿这个方面 这边是今年过年前才刚完工的 那本来就是想要再走一块的希腊风格 但是他们现在就偏到就是这种非常混搭的 然后有点乡村义国的风格 然后有点乡村义国的风格 但是因为这边的feel太好了 来过的客人都还蛮推荐 那你要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间吗 这一间就比较希腊 加一点点印象 所以对就这种瓷器的床铺啊 或是墙里面这样子 对那这一间的话 还不错就是我们那边前面都没有住房 有些客人洗澡泡澡就没有了啦 对那像这个就自己染的 嗯 其实它这边的浴室空间都很大 对因为要放我们按摩杆杆 没有很热闹的那种大夜市 或者是其他地方可以去 市区也没有躺向台边那么热闹 所以他们最主要来花莲玩 就是想要放手 那去一街景点花来之后 晚上就是我们想说提供这种 SPA的服务让他们就真的是 是很爱花莲 基本上我们就是只有提供早餐 那另外的话有SPA 但SPA是额外付费的 玩累了 民宿主人还很贴心的提供 SPA按摩服务 不过这可是要另外收费哦 不单如此 位在一楼的意大利面食餐厅 也是不可错过的 就是就我们而言 我们可能会慢慢往其他方面发展 就是餐饮业或是其他地方 对 所以目前才会开这间餐厅 是 谢谢大家